台湾大学和台大医学院在民国47年 以学术研究为名,不公不义的手段 擅自启决了万荣乡马远村原主的遗骸事件 经过了马远自救会五年多来的奔波 台大终于释出了善意同意返还 不过自救会还强调要请台大务必要公开真相 才能有返还和解的空间 想到先人遗骨遭不公不义的手段破坏 甚至流浪在外一甲子岁月 这就会成员哽咽向台大提出诉求 为了要得到真相 为了要让我们的祖先遗骨 能够很平安地很顺利地回到 他们所熟悉的这个家园部落 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 关于返还这个祖先这个遗骨 尽管台大也向族人致歉也同意返还遗骨 然而部落族人认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要求台大能公布整起事件的史料真相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台大已经做了这部分的整理 那只是这份报告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监察院调查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已经交给监察院了 那包括相关的认为数目不同 有疑议等等 那甚至于相关的文件 台大其实也都做了相当完整的调查 那一份报告是我们已经有交给监察院 从了公布事件真相 维护先人及其子孙的人权 这就会台大挖掘先人遗骨案 为近代台湾原住民重大历史事件 这就会要求纳入12年国教课纲 敬念先人也作为文化教育 历史事件的就是说调查完毕之后 然后有出书 国教组这边会把就是说 这个教材放到就是说相关的就是说 国民教材里面就给学校参考 这就会提出包括返还遗骨道歉 设置纪念碑 纳入国教以及像台大 以及国家提出赔偿等诉求 大概都不会愿意 所以我们麻染村民也不愿意 让自己的祖先离开世间以后 继续打工 如果他们一天打工 一天打工只有100块 那么就是60句6000块 乘以365天 乘以60年 这样最简单便宜的计算 我看到总共是1亿3140万元 这实在是哪一年的价钱 1950年代的价格吗 今天的协调会上 台大除了是将组成专案小组 研以相关赔偿办法 这就会则谨守 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的立场 希望未来 先任遗骨召切的事件 始末 缘由都能早日真相大白 让祖先破碎的灵魂 终能得到安息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 好 好 好